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很多人也觉得我们总统也因为短期的经济利益而牺牲我们共和国的原则 我们民主化的掐指 我举另外一个例子好了 这一次漫画是最简单的方式来解释 这边是西汉克总统 这边是胡锦刀先生 然后他们在一起吃饭 西汉克吃的用筷子吃的是草票 那胡锦刀用筷子吃的是人 然后呢西汉克问这个问题 胡锦刀先生我的老朋友 你还不吃素吗 我有其他的一些好玩的例子 2月2日就是几天之前在范兰奇学院主持第四节台法文化奖的颁奖典礼的一位资深政治人物 向你们驻法国代表的邱仁南先生说了这句话 我要让您清楚 要以直接民主的方式来让民众表示意见 那位拳头满白头发的老先生 跟西汉克总统是同党的 他曾经当过法国的总理 那么现在我们可以问 如果在台湾有人反对公投 那么法国媒体怎么会都觉得320公投是好的决定 自然的现象 以及不会威胁现状的做法呢 是否因为他们在国外所以不够了解 还是刚好因为在国外就没有历史的报复 来判断与权制公投 这个民主体制很基本的条件 比较不会有意识形态 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国家主席胡锦道先生 离开法国的那一天就是1月20日 我们法国的国会 三度通过两条法律给我们波利西尼亚 波利西尼亚就是分布在中大西洋那边的一个群岛 所以我们的国会给我们的波利西尼亚一个新的身份 我quote在公和国内的海外国 这个是新发明的一个观念 国会用的观念与原则就是我上述描述的政治理论原则 在一个间接民主里下入一滴一些直接民主的制度 我们的代表决定让波利西尼亚人民 选自己的代表也用地方公民投票来自治 这是西哈队总统批评台湾公投的两天后而已 难怪同一间的早上我们外交部的部长 重复了外交部的立场 法国不反对台湾公投的原则 这反对会改变现状的公投 我认为美国的立场 其他国家的立场也是一样的原则 那么我的结论是第一 真正反对公投的原则的人 其实就在台湾怎么会呢 第二反对公投的认识 反对公投的认识原则上 就是反对公投这个人原则上不反对民主化 但是只要民主化开始破坏他们希望两人同意的这个立项 他们支持民主化的态度就比较脆弱了 这是值得考虑的 第三他们不能说连法国也都反对公投 这不是事实 连法国的外交部长也加了说明 其次西亚克总统不希望让台湾改变一个对台湾自己很不公平的现状 对他来说 我们越少谈台湾越好 但是他跟胡锦刀先生那个公同说明有反效果 现在全法国的人都知道 都知道台湾的情况如何 就是像1996年飞丹危机时 也可以追想中国控制台湾这个政策不可披免的矛盾 第五也是最后一个 县市政治的效率也有限制 西方的领导人可以否认台湾独立身份的事实 但是媒体与民众已经清楚了 如果有一天中国领导人准备启动他们现在 现在对准台湾的飞弹 强迫台湾领导人妥协谈判 我相信我们的领导人也不可能当作没发现 不反对中国的行为 包括西亚克总统自己 台湾加油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